原标题 刘备决定率属军东征 为什么没让诸葛亮同行 居然是因为他 公元221年 刘备在得知汉县地被废以后 立刻选择了登基称帝 也就是在这一年 刘备完全不会 不顾朝廷诸多大臣的抗议 决定率领蜀国大部分的兵力 去讨伐东吴 虽然此时的孙权也派人前来弹劾 不过刘备的想法是将荆州夺德 当然是不愿与孙权讲和的 不过这一次的良好开端 却因为战术性的错误 被陆逊一把火给烧了个七零八落 从此蜀汉再也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 但是让人感到十分不解的是 刘备在决定带领大军东征的时候 居然没将诸葛亮给叫上 这就比较耐人学位了 或许就有人觉得 诸葛亮本是蜀汉的重臣 当然要做政后方负责粮草等内政大事 当然是不能跟着刘备东征西逃的了 而且诸葛亮在这以前一直都是在内政方面十分出彩 在军事方面也没有特别强的表现 所以此次东征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刘备 不过要知道的是 此次大战可不是三两天就打完的 而是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刘备和孙权军拿出了五万人马参战 因为此次大战关系着蜀国的命运 所以刘备将蜀国全部的人马都带来了出来 所以这也能看出一点 刘备已经将赌注全部压在了此次战役里 而身为丞相的诸葛亮 还是作战后方比较有用 而且我们还知道 此次东征的队伍里还缺少了赵云的影子 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 毕竟赵云是非常反对刘备发动此次战争的 那么诸葛亮真正没有被戴上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诸葛亮的兄长诸葛景的原因 众所周知 这个时候的诸葛景 已经在东吴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 诸葛景称得上是孙权的心腹 而且一直也都是负责与辅国联系的外交官 再怎么说 诸葛景也是诸葛亮的兄长 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 于是乎这矛盾也就突起 出来了 一开始孙权两家联盟的时候 这诸葛兄弟二人分属不同的阵营还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在凡城一战里 孙权却突然被信息一擅自毁约 不仅向曹魏示好 并且还杀害了关羽 并且将荆州给占据了 孙权联盟这个主意 可是诸葛亮自己提出来的 之后居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诸葛亮当然是处境很尴尬了 就在战斗结束之后 孙权居然还让诸葛景来说好话 这完全就是把刘备当猴耍 此时的刘备就算对诸葛亮很放心 但是这面子方面终究是过不去 所以 此次大战还是不带上他比较好 小编以为诸葛亮当时表现得不积极 主要还是想着 国家大事与兄弟情义不能掺和在一起 不然 一定会惹来后世的非议 诸葛亮是一个注重明洁的人 所以这件事 他一定会刻意地躲一躲 但是在诸葛亮心里 荆州一定是要躲回来的 但是为了能够避险 他也只能帮刘备照看好后方 而不 是跟随刘备一起东征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